眼前这个有些气不成声的大妈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有闲钱存银行 应该是中国的老百姓 大多数都有的经历 但银行账户里的钱 存着存着就消失了 这样的事情你听说过吗 前段时间 河南平顶山的季大妈 就遇到了这样的离奇的事情 季大妈的儿子在外地上班 这么多年 每年都会给家里打一笔钱 在家辛苦操持的季大妈 每每收到钱的时候 也舍不得乱话 就都攒起来 存到四大行之一的某家银行 差不多从2005年左右开始 季大妈一直持续不断地 往这家银行的账户上存钱 前前后后粗略估计下来 可能有120万左右 就是这个卡里大概有多少钱啊 120万 这么些年 季大妈一直没想过动这笔钱 也就一直都没什么大问题 据她所说 她本人有度数比较高的老花眼 接近400度 所以每次存完钱 银行给的回纸小票 也看不太清 为了保险起见 每次在柜台办完业务 拿到小票的时候 她就会直接当场撕碎所有的小票 可就在最近 季大妈的儿子要结婚了 为了给儿子结婚 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急着用钱 季大妈想着去银行 把这笔钱取出来 可谁知道了银行 工作人员的话 让季大妈半天没反应过来 工作人员告诉季大妈 她的银行账户上并没有钱 更别说是120万的巨额存款了 自己辛辛苦苦存了半辈子的钱 一直也都小心翼翼保管着 中间也从来没有取过 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当时在现场的工作人员 坚称季大妈的账户里没有钱 争执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为了搞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天 季大妈带着自己的女儿 又跑了一趟银行 那这一次有了女儿在场 银行的工作人员 又有怎样的说法呢 大概2005年到2006年 开始在建行 煤炭专业巨行开始存款 累计存的有100多万 目前是买的保险 有大概17万的保险还在 卡都开始都是光寸默许款 几大妈在女儿的陪同下 找到银行讨要说法 这次才终于查询到 自己的账户的钱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这一查 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银行工作人员 查询系统和账户记录后 发现几大妈的银行卡里 不仅没有一点现金余额 甚至还有13万的贷款和信用卡 仅存的资产 就是价值17万左右的保险 这就奇怪了 一个拿着存款回纸小票 都小心翼翼的大妈 怎么会办理了信用卡 还有贷款呢 在进一步的调查 才发现贷款和信用卡 确实不是纪大妈本人使用的 银行工作人员 根据系统中预留的电话号码 和住址等信息 最终锁定了银行的工作人员 董先生 根据这一线索 大致可以判定 纪大妈账户上的种种异常 应该都是这位董先生所为 在纪大妈的女儿的要求下 深入挖掘了这个账户的 转账记录后发现 大约从2019年开始 银行职员董先生就开始 从纪大妈的账户上 陆陆续续的往外 转出了60万以上的金额 第一笔是转给了广州的一家公司 其后可能是发现没什么风险 又赚了一次40万 和一笔20万的款出去 建行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 他们挪用了客户的资金 这个资金具体用于投向什么方向 我们目前也不是很清楚 2019年3月17号 从这个建行打出来的 流水明细上可以看到 当天是转出了一个10万的资金 去向是一个广州邦泰科技咨询公司 这个咨询公司 我们完全没接触过 也没听说过 2019年3月19号 又转走了10万 还是到刚才提到这个平台上 而到了2019年3月29号 账上的40万资金 又被转向了 抗议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这转走前后转走的60万资金 后期都没有回来 银行的小小职员 为何有权利对客户的账户中的资金 做出如此种种的操作 这位银行职员 又是如何锁定季大妈的账户的 第一有人管 第二也是在落实过程中 第三个你放心 这个事我们不会推诿 懂性懂的一个员工 他确实是那个建行员工 你说员工该承担的责任 他必须承担 对于季大妈这边出现的 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记者随后也再次联系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 对于此事 银行的负责人的态度还算不错 他告诉记者 银行方面正在调查此事 这个时间中 确实是本行的工作人员 违规操作 挪用了客户账户上的钱 为何职员董某 会盯上几大妈的账户呢 事情发生后 结合银行查到的各种记录 以及董某的服务范围 大概可以推测 董某应该是 接触了几大妈一段时间后 发现几大妈向来只存钱不取钱 加上孩子不在身边 老人不懂银行的系统和操作 账户上也没有绑定手机号 和提醒短信 因此大着胆子 在2019年的时候 试着赚出一笔资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现季大妈确实 对自己账户上的钱不留意之后 胆子越来越大 不仅先后转出60多万的现金 更是通过非常规的手段 用季大妈的账户 开通了信用卡给自己用 另外更是不知道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在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 办理了贷款 可以想象 如果不是最近季大妈需要用钱 可能要等到贷款余期 信用卡余期 银行工作人员找上门 才能发现自己莫名其妙 飞走了120万元 不说还背上了一身债务 银行最终表示 会尽快查清 这整件事情中所有的细节 刑方该承担的责任 不会推诿 查清楚后 会补偿季大妈所有的损失 这个事件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 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